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 关于手机开发框架的视频 不过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同时邀请您参加我的Discord专区 咱们一起讨论技术 分享文档以及代码吧 好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2020年10个手机开发框架 这个地方应该准确的说 是10个手机混合开发框架 对吧 今天我给您介绍的这几个框架 它能够同时开发多个平台 iOS安卓不在话下 有的框架还能够开发 Mac以及Windows的原生程序 今天咱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 好那咱们往下看 第一个大家注意看 react native 这个是美跑 在混合开发界 我认为在下 斗胆认为 react native应该是排名第一 它是基于react语法 对不对 它是Facebook出品 而且react在咱们GS网页APP的开发框架当中 也是名列前茅 对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咱们在网页APP开发框架当中 排名第一是react 第二是VUE 第三才是angular 微微的胜出 咱不敢说angular不行 咱怕得罪angular的朋友 angular稍微落后 对吧 那么既然react是这么的优秀 那么它开发手机应用的话 其实也很优秀 当初 当初 Irbnb 它不就是在用react开发吗 用react native进行开发 对吧 一开始开发后来放弃了 为什么 坑太多 是吧 当时它用的版本的比较早 现在react native相当成熟 如果说您的公司考虑到成本 是吧 我觉得您如果有开发多平台应用的话 成本又不足的前提下 我非常建议您采用react native进行多平台开发 对吧 其实是这样 咱们正统上开发手机应用 如果您的客户超过了10万 对吧 10万以下咱们用react native 用这种混合开发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用户数超过10万 并发用户数超过5万的前提下 我建议您还是采用原生开发 对不对 那个是咱今后的话题 好不好 OK 咱们大家看一下 react native 它是由Facebook创建的一个开源的代码的开发框架 它能够开发至少安卓和iOS的平台 同时呢 它是支持这个JavaScript以及这个TypeScript 我认为目前混合开发它是第一 好不好 OK 接下来 接下来是哪个框架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Flutter Flutter源于Google 一直也是被Google所支持 同时Falacia它还要再出基于Flutter的操作系统 它是基于Dart 2.x的语言进行开发 这个Flutter刚推出的时候 还相对不成熟 有很多bug对吧 而且国内访问也有一定的困难 慢慢慢慢的Flutter到现在为止非常的成熟 UI 怎么说呢 UX的体验也是非常的好 所以说 如果您的公司不采用刚才的react native的话 那么选择其他框架 首推就是Flutter 今后我也想为Flutter开一系列课程 有兴趣朋友 咱们可以一起学习 咱们看看 Flutter它是由谷歌公司开发的一个UI工具包 它可以为移动桌面 甚至外部平台构建应用程序 它不仅可以构建这个手机 还可以构建Web 还可以构建ES 专门为平台进行构建 也是完全的没有问题 而且最新的SKIA 2D渲染引擎 它也支持 让画面上能出现一种更加酷炫的效果 所以说Flutter也是我今后准备做的课程之一 非常的好 我也是非常的喜欢 好不好 OK 接下来 大家请看Zamarin Zamarin源自微软 是微软收购的一款框架 它是基于.NET以及C-Shop开发 它也是一款非常优秀的多平台应用程序的开发框架 我觉得它排在第三 当之无愧 好 咱们看一下 Zamarin它用于开发移动应用程序 是最受欢迎的框架之一 为什么 前面还有两个 对吧 它是由微软公司基于.NET框架开发 .NET现在已经出到扣5.0了应该是 .NET框架应该是越来越优秀 而且支持的怎么说 平台也越来越多 我觉得您现在可以学习一些.NET的开发 但是我小马视频频道好像目前还没有做.NET的基础 我看有朋友如果说需求的朋友多 我可能还会做.NET开发的一些课程 都是没有问题的 它也是支持多平台 安卓iOS自不必说 Windows平台 它当然支持 这是它的本家 对不对 而且它带了很多很多的UI库 我觉得它开发多平台是没有问题的 同时跟大家说一下 我有一段时间准备去找一找日本有没有这种开发游戏的公司 我准备去看一看 我就看到有一家游戏公司 就是采用这个框架进行游戏的开发 但是它开发的最多是卡牌游戏 不管是什么游戏 我感觉用Zamarin也能够开发出多媒体效果的各种各样的应用 我认为它也是没有问题的 好不好 OK 再接下来 稍等 这样跳对吧 Mobile Angular UI 是这样 咱们怎么说 Angular 一说Angular 总觉得它非常笨重 前两天好像已经出到10点几了 10.02 10.03 虽然它笨重 但是它也是谷歌出品 我当时学WebAPP单页网页设计的开发的低框架 不是React 不是VUE 其实是Angular 我也被Angular这个强大的功能所深深的吸引 但是Angular咱们大家都知道 它是当之无愧的版本地 它版本更新的是太快 从1.0跳到10.0 好像也用了多长时间 很短时间就跳过去了 但是它作为一个怎么说 UI开发框架 我认为大家就算您不去学习 也应该值得去了解 好不好 而且Mobile Angular UI 这个框架 也可以开发原生的应用程序 虽然它是基于Bullstrap 以及Angular框架的实现 其实说白了 它其实基于网页技术 来开发各种Mobile上面的原生应用程序 它其实里面建筑的还是一个浏览器 它也是为咱们提供了很多的用户UI的小组件 开发起来 我觉得怎么说 性能可能不是第一 但是它支持多平台的功能 我觉得排在前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它主要的功能 其实就是基于网页的HTML5 然后进行开发 然后加上Angular语法 给我感觉您作为了解这个框架 您应该知道 好不好 OK 咱们再往下 Ionic Ionic我当时学过 Ionic它支持多种框架的开发 比如说React 比如说Angular 比如说Vue语法 它都支持 所以说Ionic 而且它还提供企业级的服务 我觉得如果您的公司比较大 而且想提供企业级服务的话 其实可以采用这种收费的 多设备开发的框架 其实是这样 它所谓的收费 咱们开发框架是不收费 它收费的部分是它的云服务收费 所以说我觉得云服务收费的话 我认为还是可以理解 大家请看一下 我对它的介绍 Ionic它是2013年开发的一个 也是一个开源的框架 让您基于外部开发的三大件 对吧 哪三大件 手表汽车 手表 以前三大件怎么说 手表自行车 浮认机 是吧 完全不是 外部开发三大件 HTML CSS 以及JavaScript 对吧 它具这三个技术进行开发 它嵌套语法 我刚才跟您说过 React Vue Uncule 它也都支持 同时提供了 也是非常丰富的UI组件 您若是企业级开发 针对企业级用户 同时您想使用一些云服务的话 一是这样 咱们一般开发手机 开发 都是着重开发UM 对不对 服务器端的构筑 咱们完全可以采用一些 层出的云服务 Ionic 就提供类似的服务 如果您是企业级开发 又不想在服务器端架构 花太多时间的话 可以选用Ionic 作为您的一个参考 对不对 好 咱们再往下 Titanium 一说起来 我都是眼泪 我2015年自己想开发一个APP的时候 我首选的就是Titanium 它是纯JavaScript的开发框架 它提供了好多的SDK的API 我认为当时它是最好的 最完美的 它比当时其他的混合式编程的效率都高 为什么 它可以生成单独那个 您要开发的那个品牌的原代码 然后再进行编译 非常好 但是我当时为什么最后最后 我气到放弃呢 为什么说都是眼泪呢 它里面框架里面有很多的bug 我一边开发 一边把鼻子气歪了 我给它找bug 所以说 我认为Titanium 是我当时 怎么说 青春留下的足迹 但是今后 如果我开发多平台的话 可能我不会采用Titanium 我当时开发了一个 怎么说 足球相关的APP 收集各种各样的球队的信息 然后收集他们比赛信息 然后再收集赌博公司的赔率 然后给出一个信息的这么一个APP 当时 咱们现在想起来是非常简单的一个APP 对不对 所以我当时想采用一个混合式多平台开发 同时往安卓和IOS部署 我当时选行选了几个 最终定下Titanium 结果它不争气 里面给我出bug 但是现在它稳定不稳定 我现在还真不好说 我毕竟是五年前用过它了 希望它现在可以稳定 当时我用它的时候 也是全免费的使用 只不过是说 它也是基于云服务收费 就换句话说 咱可能调用它的通知 一个月 比如超过了10万次 可能它再会按照 调用它API的次数进行计费 在一定程度之下 它是不收费的 像刚才IONIC 跟现在Titanium 它走去都是云收费的 这么一幅条路 我这边也是对的 对于小的初创公司来说 一上来资金也不多 用户也不多 那么它这个公司就给你提供云付 你就先用 白用 等你用户多了 公司大了 你再付费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正确的路 所以说它的收费模式 我也是喜欢 但是现在是2020年 对不对 它现在里面还有没有bug 还是有到什么程度 然后它运行的性能怎么样 这个其实是一个 可以去关注一下的框架 并不是说 我一巴掌把他打死 对吧 还是可以去关注 五年前它有bug 现在可能bug就少了 对不对 而且它是基于纯JavaScript的 开发框架 像刚才咱们看到的那几个 可能还得用到HTML 还得用到CSS Titanium不是 它是纯JS开发 它里面会类似用到样式单的内容 也可以 类似定义样式单类都有 但是它是纯JS开发 这个是当时我选择它的原因之一 目前来说 如果它没有bug 其实我挺喜欢Titanium 好 OK 咱们再往下 FingRock7 这个是我一直关注的框架 它一般用于开发网页 开发手机的网站 它开发出来的应用程序 特别像iOS的风格 哪怕你把它开发出来应用 应用在安卓上 您看起来好像还在使用苹果 就这个感觉 怎么说 它就是专门为苹果iOS的UI 进行开发优化的这么一款框架 我一直关注它 我也是非常的喜欢 它不仅可以开发网站 它到今天为止 也可以开发手机应用 如果您访问它的官网的话 您会发现 它有很多的showcase 里面也是用它开发原生的程序 没有问题 但是它还是基于web开发三大件 对吧 html css javascript 基于它进行开发 您看起来 有点像在开发网页 这个其实是我不喜欢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它虽然支持 大家既然我这个屏幕上写了 它支持VUE或react语法 这样换句话说 它是基于浏览器的内核进行开发 也就是说 它咱能开发的功能 其实是受到一部分的限制 对吧 所以说这个框架如果您开发网站的话 我推荐 如果您开发原生应用的话 我其实更建议您采用react native 或者是flutter OK 这是对framework7的一些简单的介绍 好 咱们再往下 jquare mobile 这个简直怎么说呢 老朋友见面 我2011年为我们公司重新构筑 这个手机网站 以前我们公司用的网站 是怎么说呢 Galake 就是说那种非常简单的 那种纯文字的 因为什么 它是那种日本的手机 对吧 没有这种 这么说 看起来什么像样的 美观一点的 这个smart home的网站 那么我当时选用的框架 就是jquare mobile 给它进行的构筑 主要是指了login home login前非常简单 login后 我重新用jquare mobile 把公司的网站重新做了一个构筑 当时用它的时候 还是几点 是1.0应该是 其实功能并不是很强 当前现在出到哪个版本 我不知道2.0应该是 虽然不是很强 但是jquare mobile 当时出完之后 真的是惊奇 我感觉 原来我简单 简单的通过html编码 就能够实现 不向网站提交的 动态页面的切换 这个让我当时非常吃惊 所以说我也一直在用它 我也是非常喜欢它 但是今天 如果咱们再开发网站的话 它是不是首选 那咱们要打个问号 为什么 今天咱们网站开发框架 三大框架 对吧 ungular vue react 都应该优于它 但是jquare mobile 作为您了解的一个知识点 您应该掌握 好不好 当时就是这样 我接触mobile之前 我接触最早的是jquare 因为当时我们做一个系统 是需要网页间拖拽一个对象 当时我们就犯愁 怎么办 最后找到了jquare 轻松的完成了网页拖拽 让我知道jquare 慢慢的又知道jquare mobile 说起来十年前的话题 所以说 它作为您的一个了解的知识点 您要掌握 当然jquare可能慢慢慢慢的 会被咱们主流三大框架所淘汰 但是它在历史上 应该也有它的足迹 咱们大家也应该了解它 好不好 OK 最后 这不是最后 这是倒数第二个 native script 这个也是支持咱们主流的几大开发框架 angular vue的开发框架的语言 它其实用的更多的是ts和js 目前来说怎么说呢 js慢慢慢慢的会被淘汰 会被ts所淘汰 对吧 其实我也比较喜欢ts的开发 type script 对不对 native script也支持它 而且它也提供了很多产品级的样力 我觉得 其实如果您不选react native 不选flutter 我认为您第三考虑 其实可能native script更好一点 我虽然没用它做过项目 但是我感觉 它调用底层API的能力 应该是比较强的 好不好 您作为一个怎么说呢 一个小公司 初创公司 又想往多平台发布的话 native script 绝对是您可以前期调研的一个框架 我认为它有调研的价值 好不好 OK 接下来才是最后 大家请看 这个说起来也是两眼泪 当时我在选择这个框架的时候 我是选择titanium吗 还是想选择这个fung gap 其实它是内部基于 阿帕奇的一个叫什么 Colodois的这么一个框架 Adobe把阿帕奇的框架收购之后 它自己做成这个fung gap 当时我也是在考虑 是用titanium还是用它 最后我选择的是titanium 为什么不选择fung gap 当时fung gap其实也是风声很好 对吧 平台也很高 但是当时考虑了很多原因 最后我又想掉底层 又想更亲和选择是titanium 但是今天我本来做视频的时候 本来想给您说一下这个fung gap的 但是我在做这个文档的时候 发现这个Adobe 它仅仅支持到2020年10月1日就终止了 今后就不再支持它了 那么我就把它放到了 我整个咱们这个文档的最后 它作为这个历史上的有这么一笔 您了解它一下就可以 今后Adobe也已经不再正式的支持它了 对吧 如果您要想用它的话 还应该回到阿帕奇的那个叫什么 Korodoba应该回到那个上面去 不过咱们如果想开发混合开发的话 我还是推荐给您的那三个 第一react对吧 第二flutter 第三您可以选择了 Zamaling也好 nativescript也好等等 都可以 作为一个知识点 您应该了解 好不好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2020年最新的混合式开发的几个框架 希望对您了解学习有所帮助 有朋友说我喜欢这个框架 还是我喜欢那个框架 小马你能不能给我做一下这个框架的一个教学视频 您可以给我留言 我考虑当中 今后我的小马视频频道 也主要想以手机开发为主 最近我也是正在调研各种各样平台的手机开发的一些框架 以及原生开发 我都在做 有兴趣的朋友 咱们就一起学习吧 好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观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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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